嗨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珍妮百杰 我是美国Agrace Solutions Global公司的董事 我做这次视频呢 是想帮助你了解 什么样的水才是安全的饮用水 自来水不能喝 这不是秘密 瓶装水怎么样呢 研究发现了塑料瓶是对你身体有害的 塑料会导致糖尿病 肥胖 高血压和癌症等问题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自来水不能喝 瓶装水也不能喝 什么样的水我们才能喝呢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新的科技Agrace Solutions Global 天然基因处理后的水 才是真正的安全饮用水 要了解哪种水是安全的饮用水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 为了获得干净的饮用水 最重要的程序是消毒 大多数水处理技术使用露脐 臭氧至外线进行消毒处理 这些方法呢 处理后的水都会形成消毒附属物 并具有微生物腐蚀的问题 这些问题会导致癌症和生殖问题 向心神而缺陷问题 Agrace Solutions Global 它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水 这项技术呢使用的是天然基因媒介 它不单是单一的消毒 而是对水呢进行氧化消毒过程 这是一个水复原的过程 使用这种方法消毒处理过的水呢 是唯一的一种 不会形成消毒复产物的水 它的清洁程度使水里呢不含任何微生物 因此呢它不会产生微生物腐蚀的问题 而且也没有水硬度的问题 因为当那个处理水的时候 这个技术可以把那个水的pH 调整为最佳的程度 so我希望我的解释呢 帮助你了解这才是干净的自来水 是唯一的安全引入水 它可以使你保持健康 让你冲锋发挥你的活力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